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热闹举行凤环潮返乡活动 及全国乡亲歌唱总决赛 来自全台超过1200位旅外南投同乡热烈参与 县长林明珍特别到场致意 欢迎乡亲呼朋引伴回南投旅游 用五倍振兴券消费南投优质的农产和美食 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 举行一年一度的凤环潮返乡活动 以及全国乡亲歌唱总决赛 由总会找陈文质主持 县长林明珍特别邀请乡亲来旅游 用五倍捐消费 满200元发票还能够登录参加抽奖 而歌唱总决赛 由知名演员王瞳主持 并由演艺人员上官名利 艾成以及前副县长 纯志欣等人担任评审 我们今天举办凤环潮以及首届的全国乡亲歌唱大赛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踊跃的参加 因为歌唱带给大家不只快乐 健康健身强生 看到各位大家都这么热情 县长非常欢迎各位 同时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歌唱的一个总决赛 今天总决赛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民信党说 南投同乡会联合总会 多年来不论是公益活动还是投资建厂 甚至是支持本县优质农产都积极参与 对县政以及经济贡献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 陈总会长便将办理科学营 以及饼秀营回馈家乡 他们协助我们很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建设 还有一些对我们乡民的服务 大家都非常的合作 对我们的现在贡献非常的良多 我们会陆续举办我们的领袖营 以及我们的科学营 所谓领袖营就是在高中大学 以及社会40岁以内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 主要乡亲子弟全部免费 一千两百位旅外乡亲 齐聚普里第一餐厅 办理全国乡亲歌唱总决赛 相当热闹 参加选手精心打败 演唱自选曲以及指定曲 并邀请正名演艺人员 上官名利 亥纯等担任评审 十分精彩 记者曾公佑 不理阵采访报导